一口铁锅除了能炖大鹅之外还能做什么 在实际时代它还可以用来制造鹰爆弹 只需要一秒就可以把敌方通通歼灭 终于到了千公和斯对决的真正时刻 奇迹洞窟的争夺战 硝酸的发源地 既可以发明出复活人类的药水 同时可以制造出置人于死地的火药 这样的奇迹之水是问谁不想得到呢 也正因为如此 斯才会大量派人看守这里 现在终于轮到战车上场了 只需要20秒就可以扰乱四帝国战士的军心 一发炮弹成功投射之后 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 不过斯早就布下了重重机关 用来破坏千空发明的战车 与此同时 琥珀金狼等人已经在旁边打好辅助 原则就是不伤害任何一个人 大树选择用纸质盾牌防身 琥珀的对战决策就是打掉敌人手中的武器 相比之下马基马就比较粗鲁了 就在这时战车被地下的陷阱阻挡了去路 没关系 楼请我们的马基马出场 他拿出一个铜板安装上硬包弹 利用抛物面天线固定 报名器声音的传播方向 向敌人发射 说白了就是尸吼弓 不出所料敌人通通倒下 成功占领七机动库之后 当下的任务是制造出火药 毕竟真正厉害的人物还没有出场 就在这时琳珀察觉到了异常 这动作简直就是无影角 还没等琳珀通知大家撤离 自己就被一箭刺穿在地 同时制造火药的硝酸也被摧毁 一阵浓烟过后 两大反叛主角正式登场 他们究竟有多厉害 就算现场的所有人加起来 也打不过任何一个 时隔多年 势不两立的撕和千空终于见面了 不过现在可不是去旧情的时候 钱乌幻本想再次利用 莉莉安的声音挽回局面 结果被冰院一把拆穿 说起来也是老搭档 怎么一点情面都不留 冰院发话了 如果想要保命就只有一个办法 用千空一人的死 换取大家求生的机会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大树无论如何都不允许 这样的悲剧重演 不只是大树 琥珀 科罗姆 金狼 银狼 都是千空坚强的后盾 别忘了 这次作战的原则是 不准任何人牺牲 琥珀作为压场人物 最后一个处长 向斯耀武扬威了 一番科学王国的厉害之后 开始向奇迹洞窟出发 不管对手多么强大 琥珀发誓要用自己的力量 守候到最后 在他的带动下 大家都开始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千空是否可以反败为生 斯又会做出怎样的抵抗呢 让我们下集继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丽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